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对于一个好的政治领袖 圣经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 耶稣更是超越一般人对宗教领袖 超越俗世的印象 他却是一个喜爱讲政治 喜爱讲经济 喜爱讲管理的老师 基督信仰 期待我们好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而不是离群所居 魏斯里称这个为社会的基督教 耶稣讲过财干的运用与管理 讲过战争与和谈 讲过税务的问题 用过许多农业与食物的比喻 这些都是我们在人类生活中 会遇到的人事物 今天的经文更是旧约中清楚 谈到好的政治领袖的条件的地方 这里说到好的王 一方面要有能力 另外一方面要处事公平 这两者缺一不可 因为纵观两千年教会时 我们会发现有多位敬前的基督徒 却是很糟糕的政治领袖 他们把信仰的敬前极端化 而成为一种宗教的偏执 最后带来人民极大的伤害 宗教改革时期的英王玛丽一世 就是很好的例子 政治的能力 包括管理的恩赐 尝试判断的能力 通过沟通与整合的能力等等 这些会帮助一个领袖在治理国家时排除困难 团结民心 但是只有这样是不够的 品格一样重要 因为一个有核心价值的领袖 才能带领着人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所以这里也谈到一项重要的品格 就是处事公平 一个处事公平的王 可以成为弱势者最后的保护 可以成为孤儿寡妇 就是那些没有能力为自己申冤的人的拯救者 一个国家如果有最起码的公平 就能够适当地排解民怨 既可以带来人民的平安 也可以带来国家的和平 当一个国家与执政者开始快速的 无限制的向着有钱有势者倾斜的时候 就开始埋下民乱与革命的种子 人民的心如同江水 能载舟也能复舟 而能够使风浪平静的 就是有能力又喜爱公平的王 阿们 阿们